我成了甘恨的心 心经是大般若的总纲 其实也是全部佛法的总纲领 所以心经虽然语言比较少 但是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也非常深刻 平常人诵心经诵的不少 但是深刻思维其中的毅力 能够通达的人其实不可能很多 要能够对心经全部了解 那就不单对小圣法要了解 对大圣法也要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而且这个了解不是语言文字上的了解 也不是我们思维想象的了解 这是要证得的那种真正的了解 所以解物得到的是见解 而证物以后得到的呢 叫见地 看见的见 地球的地 心经一开始呢 观自在 是观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名号 其实已经是表法了 就是我们修行要观察一个自在 什么叫自在呢 就是永远能够存在 没有动摇 没有变异 所以 罗热气力的经典都在支持我们的人心 这个人心呢 是根本上支持我们的真心 所以从观自在这三个字 就是真心和忘心都在一起的 因为能观的是忘心 自在的 被观的这个心呢 是真心 因为只有真心是自在的 问题是我们不了解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忘心 那我们给真心和忘心呢 先说一个标准 真心 就是自在的心 自在的心就是本来的心 它不是有生有灭的心 不是被产生出来的 是一直永远存在的 永远常驻的 不可被消灭 它不是因缘和合的 所以有生有灭的是忘心 不生不灭的就是真心 不生不灭才自在 所以自在的心 一定是不生不灭 这个要借助一下 为实的 更细致的 佛法呢 会比较容易了解 一个心分为八个识 是按照它不同的功能来分的 其实八个识 都是这个整体这个心 心不可分割的 这个整体心的功能 我们按照这个功能呢 先把它分为八个识 好比说透过眼根 我们可以了知事物的颜色 那么这个就是叫眼识 那通过耳 耳根这个感觉的气管 我们可以了别声音 好听还是不好听 这是耳尸的功能 那我们能够嘴巴尝到 酸甜苦辣 这些滋味呢 这是舌尸的功能 如果我们能够感觉 轻重 粗色 细滑 这是细实的功能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各种法的粗相 也能了解它的细相 这是意识的功能 如果我们睡觉了 但是我们还能够知道一切事情 否则我们怎么会醒来 我们听到一个动静 我们会醒来 其实在这个之前呢 如果睡着了不做梦 前六十已经断掉了 可是为什么听到动静 我们还会回来 会回来 醒来 因为那个 根并没有关闭 但是石没有了 它没有生石 石还没有生出来 所以前六十那个时候都没有 所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第七十叫莫纳石 这个前六十都是一根立名 因为有根 所以立出一个名字来 所以一眼根儿立名叫眼石 一耳根立名叫耳石 最后一个一根立名的叫一石 所以现在我们说到一根 一根就是第七十 因为它不是物质的根 它是一个性根 是一个无色根 色是物体的意思 是物质的意思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心法 这个第七十呢 变缘一切法 监视一切法 所以当我们睡着了的时候 连梦也不做 其实一根还在工作 它看到情况发生变化 不是一种安稳的境界 然后它就会 让这个第六十再重新产生 那最后一个是第八十 第八十在一般的情况下 没有证得阿罗汉 毕之佛 没有证到八地菩萨 以前呢 通通叫阿勒叶石 因为还有分段生死的种子 在里面包含 阿勒叶石这个名字呢 叫寒藏石 它因为寒藏分段生死的种子 这个过患呢 太重 所以叫阿勒叶石 那如果分段生死 这个种子被消灭了 我们粗重的烦恼 六道轮回的烦恼 没有了 这个名也不存在了 名虽然不存在了 不等于这个第八十不存在了 第八十换了一个名字 就像我们从小学到了中学 我们不能再叫为小学生 我们要换一个名叫中学生 上了大学又要变成大学生的名字 就是这样 另外像我们人 我们是做妈妈的 在家里边小孩子管你叫妈妈 可是你在你爸爸面前的 你是女儿 你到了单位 也不能叫女儿 也不能叫妈妈 你在单位里边的同事 第八十也是这样 根据不同的情况 它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在佛经里边 有的人仔细数过 大概有一百多种 这还不包括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人 称呼它为其他的 因为语言不同 肯定要有别的名字 所以名字特别多 那我们修学当中要知道它 通通它是在说这个第八十的信 第七十呢 它比较特殊 它只有修小圣法 最后入屋于涅槃 不回到这个世界上来 这么一种情况 它要断掉 除了这一种情况 第七十从无量的轮回到现在 乃至成佛 修大圣法 以后不会再间断 仅仅有那一种情况 把它断掉了 没有了 其他的它就永远都存在 永远和第八十在一起 我们死了也在一起 所以这两个是合作呢 我们再产生一个中阴神 中阴神在投胎 然后呢 又有新的身体和新的神气 所以第一句观自在呢 就是观这个第八十 只有它是自在的 永远存在的 没有变异的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呢 就是对大圣佛法 这个智慧到彼岸的方法 能够步步深入 它不是浅 所以它用了一个字叫深 波罗是智慧 是指的大圣佛法 成佛的智慧 它和小圣仅仅解脱的智慧不同 菩提这个概念比较广 可以叫身文菩提 原觉菩提 佛菩提 但是波罗呢 仅仅仅是佛菩提 身文原觉的菩提 只能叫菩提 不能叫般若 所以行身般若 到达一定的程度呢 就可以照见五蕴解空 五蕴呢 其实就指的我们身体和心 这两个方面 色蕴指身体 瘦想行识呢 指我们的精神方面 瘦呢 就是我们有种种苦不乐 不苦不乐的感受 想呢 就是我们了知 能够知道各种各样的事物 也能够思维 行是什么 行就是指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 可以造作身口一三叶 也指 我们的心和身体 时时刻刻 叉叉哪哪 都在变化 没有一刻停在什么地方 这个心本来就是无助的 不是我们强压住 让他无助 他自己就无助 他不会执着在任何一个地方 小孩子生下来一定会长大 长的过程就是无常 就会不断的变化 他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年龄段 就不动了 而且这个不停留 无助呢 是时时刻刻 叉叉哪哪都在进行 所以就算你执着也没有用 你想青春 青春涌住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只能是我们的妄想 有生就一定有灭 个个都要死 一个也活不了 当然你要知道生命的本来面目 你就知道 其实人是不死的 死的是什么呢 死的是这个肉体要死 这是肯定的 肉身不死 那不大可能 然后呢 前六十一定要死 他会断掉 人死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彻底断掉了 新的六十要到什么时候生起呢 在母亲感觉到第一次胎动的时候 说明那个小孩子 那个他已经有了十了 十和身体配合以后才会动 否则不会动 这个做妈妈都有这个经验 然后会动得越来越多 因为他长成熟了 他动的能力比较大了 除了这个身体和前六十 有胜有死 这个第七十第八十 他两个都不死 不但不死 一刹那都不会中断 就算我们晚上睡着觉 连梦也不做 这两个是继续工作 否则我们真的死了 他由于他再继续工作 所谓我们是活的人 不会死掉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还有很多的器官都在运作呀 要呼吸 心要跳 吃尽的食物可能还会消化 那么身体在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 没有我们胡思乱想 做干扰的时候 身体内部做一些调整 充分的休息 所以第二天才会有精神 因为他进行了调整 进行了重新的分配 所以第七十和第八十 这两个时 合合再继续的运作 所以呢 照见五运皆空的 这个食运呢 它不包括第七十和第八十 它只包括前六十 有些人讲有第七十第八十 这个讲法不对 为什么 运是运及所成 就是因缘所成法 它是聚集起来的一个法 因缘不合合 它就没有了 坏掉了 第七十第八十 它不是运及的法 它一直就在 所以不能把它包含在五运里边 五运会生灭 有生有灭才叫运 聚集 这样我们简单介绍了 受 想 行 实 这个心法的这四个方面 照见五运皆空 为什么说是空 空是什么意思 是说 缘起 性空 缘起的 缘就是各种条件 因缘合合 然后会产生一个事物出现的假象 缘起的事物 没有自己的本性 它的本性是空的 它自己没有本性 而比人 人 人是一个诸多因缘合起来的 临时献起的一个假象 原来没有 以后也没有 中间这一段时间存在 存在的当中 从开始存在 一直到最后 在这个中间也没有停过 一直在动 那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具体的 固定不变的人 你绝对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人没有独立性 我们表面上看我没有独立性 其实决定没有独立性 你拿不出一个东西 说它可以单独存在 这件事 全部的法都没有 任何一个法都不能单独存在 我们的人能不能离开大地 肯定离不开 而且我们吃的食物 都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 没有大地 连吃的东西也没有 怎么活呢 不喝水行不行 不喝水的话 大概七天人就死了 就算潮湿的地方能够多活两天 也活不了多久 那没有热量行不行 没有太阳光照 没有炉子 没有温度 如果温度降到一定程度 人很快就死了 人很快就冻死了 再说没有阳光的话 那个粮食作物也无法生长 因为要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风呢 也表示大气 表示我们的呼吸 那没有呼吸 人一分钟就死了 最多有的人经过锻炼以后 大概五分钟 再怎么也不会超过十分钟 再有本事的人十分钟不呼吸 身体里面缺氧 血液里面不能输送氧 不能排出杂物的话 很快就死了 所以地水火蜂这四大元素 构成我们的身体 而且要靠它不断的滋养 缺少哪一个不及时的补给的话 人也死了 没有独立性的 我们就感恩这个感恩那个 我们要感恩地水火蜂 没有这些的话 我们也死掉了 我们花粮食 要买粮食买蔬菜 这都要花钱 支持生命最迫切 最重要的是空气 因为空气一分钟不呼吸就完了 可是我们的空气不用花钱 维持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 不用花钱 第七十第八十从来也不跟我们要钱 要没有它我们马上死 这个食一离开身体就完了 钱都是断了没关系 第七十和第八十如果离开身体 这个就叫做死 就真的死了 从来不跟我们要半分钱 时时刻刻刹刹那在支持我们所有的工作 支持我们胡思乱想 我们想什么它都随缘 它都配合 这个就是佛教里面说的 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 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实相 生命的真实 它有这个本事 没有执着 没有妄想 不分别 没有烦恼 也不得病 也不用休息 它也不怕累 我们真实的生命就这样 一直在支持我们 而且非常随缘 你要做好事 它随你去做 你说做坏事 它也不反对 那就去做 上天堂 它跟你一块上 下地狱 它也跟你一块下 所以有些禅师说 夜夜报佛眠 朝朝还供起 我们本身就有这么一个佛 所以说人人都有一座灵山塔 佛就在这塔里面做 塔就是你的身体 佛就在里面 每个人都有 所以学佛要先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本来就自在的 这个心 才能够进行观 找不到就不能观 所以先去找 在禅宗里面叫参禅 禅也是指这个心 参就是找 想办法去找 找到以后呢 参禅找到了 找到的就开悟 所以我有一个最简单的说法 什么叫参禅 找第八十 找到就开悟 因为第八十是生命的本来面目 而且也是万事万物 得以产生和助持 发展变化的一个总的根源 因为五蕴构成的我们这个身心 它不能单独存在 所以空 没有独立性 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名字 它没有实在性 这个人他没有实在 没有说是这个人可以单独存在 没有啊 我们刚才说找不到 不可能啊 不但人找不到 构成人体的种种要素 构成人精神的种种要素 任何其中的一个因素 也不能单独存在 一切法都具有这个特点 地水火风也是种种因素构成的 好比大地 大地有多少东西啊 不光是土啊 还有石头啊 还有种种微量元素在里面 还有矿物质 是不是 太多东西在里面 它也没有独立性 地球如果离开太阳的引力的话 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其实太阳系在宇宙里面 它也是围绕着一个银河系的中心 随着一起旋转 太阳系本身也旋转 然后它又随着银河系一起旋转 和地球一样有自转有公转 整个宇宙全部在动 一刻也没有停止 大的是这样 小的什么分子啊 电子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也在转 我们看着不动啊 这些东西都不动 但是那些小的粒子 都在飞速的旋转 转的速度 我们就想象不到它有多么快 所以在这种无常变换 没有独立性当中的话 你去找一个独立存在的事物 就找不到啊 找不到就叫空 没有 这件事情压根也没有存在 就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说的而已 说一茶杯 这茶杯是泥土做的 然后烧制 碎了以后呢 它也不叫茶杯了 也没有茶杯的用处了 只是一个名字而已 简单的事物和复杂的事物 都是一样的 大圣服务法就讲这个道理 讲得非常透彻 所以你这样深入思维的时候 你一定会断我见 一定会断我知 我见我知怎么断 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做深入细致的观察 因为观察以后 你就会认定 你不再会怀疑 你可以看到真理 看到事实 真理和事实 在大圣佛法里面就叫实相 是不是大圣佛法呢 有一种印证 拿什么印证呢 唯一实相印 只有这一个印 没有第二个印 我们可以再举 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先说这个五蕴里边的色蕴 色蕴呢 它包括五根 眼耳鼻舌身 这是因为是物质的 第六根不包括 因为它不是色 色法 然后也包括呢 色声香味畜 这五尘 但是不包括法尘 法尘它是个影子 它不具体 法尘是在前五尘上面 幻化出来的一个影像 它是一个复印件 是拷贝 所以不把它算在内 那么就是五根五尘 那我们先以眼根 做例子来讲 眼根呢 在佛法里边有 浮尘根和圣意根两部分 大脑里边能够 献起视觉形象的 那一部分叫圣意根 除了那一部分以外 那么眼球 眼球 包括眼球 上面所有的 所有的零件 好比说 白眼球 黑眼球 瞳孔 然后后面的眼底 等等 这些呢 视网膜 等等这些呢 都叫眼球了 眼球通到大脑 有个视觉中枢 有条连线 那个叫视觉 传导圣经 到这个地方为止 这前面的这些 都叫浮尘根 浮呢 就是浮首的浮 尘呢 就是尘土的尘 尘是物质 物质的现象的意思 浮呢 就是说 我们必须靠这个尘 浮尘根 剩一根 它都离不开物质 但是浮尘根 这个尘比较粗 剩一根那个尘呢 它比较微细 大脑皮层上面 有一块地方 专门管视觉的 这个学艺的人 完全知道这一点 它大脑里面 分了好多不同的区域 管视觉 这部分比较大 因为我们大约 70%的信息呢 是通过视觉来传递的 所以人如果看不见东西呢 不仅说浮尘根坏了 剩一根坏了 当中的传导神经坏了 任何一个地方有毛病 都看不见了 那么 这个构成浮尘根和剩一根呢 就有好多好多 这个细胞 另外还有种种的神经血管 还有一些体液 包括泪水 泪水都不能少 少一个都不行 这么多因素 才能构成一个眼根 而且构成眼根的这些因素 也不能独立存在 好比这个泪水 泪水也不能独立存在 它要靠身体上的体液循环 才能输送到眼睛这个地方 那眼球里边的小血管 那要靠心脏给它压 才能压到那里输送了 通通没有独立性 眼球 眼球眼根就是一个名字 它不能给我离开脑袋存在 也不能离开身体存在 你光用脑袋不行 因为脑袋也不能独立存在 刚才我们说人就不能独立存在 我们不可能离开其他人 我们也不能离开地球 所以任何一个法 通通没有独立性了 你先观察一个眼根 就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佛教里面有好多 做观形的方法 一点一滴细致入围的观察 观察什么地方呢 千言万语 最后观察到自己的身形 不要去观察外面的东西 就是观察自己 佛教就讲自己 如果心外求法就是外道 因为我们的心本身广大无限 没有边际的 一切法都在自己的心里边 地球也在你心里边 没有你的地球 没有你的心 地球和你没关系 无量佛果 无量的佛都在你的心里边 你的心就这么大 我们现在执着一个自我以后 把心弄得那么小 然后天天折磨它 让它痛苦 这个对不起自己 不学佛真的连自己都对不起 有人这个身体多不容易 得人的身体太难太难 我们看动物有多少 哇那动物大大小小的 多得不得了 你到一块潮湿的地方 把那泥巴翻起来 一块砖头拿起来 石头拿起来 下面有很多小动物 那是能看得见的 你看不见的那更多的 佛说啊 这个一碗水里边有八万四千虫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就是它有那么多的小细菌呢 我小的时候 记得老师培养那个草鲤虫 草鲤虫肉眼已经看不见了 又长得像草鞋一样 所以叫草鲤虫 放到显微地下 一看哇跑得很快 再把那些东西算上 你说生命有多少 人在地球 全部地球加起来 大概四十 四十亿到六十亿而已 没多少 我们肚子里有多少细菌 人的身体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独有 就算我们妄想 你仔细想想 肚子里边有多少细菌 缺少一种细菌 人就要有病的 有很多细菌在帮助我们 维持这个身体 使我们能够消化 能够生存 少了少了一些东西 我们就完了 因为他们会帮着我们产生一些什么消化煤 那个煤的数量多得不得了 如果哪些缺乏的话就会有问题 他们也利用这个身体在生活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是他们的国土 然后我们人挺自大的说 这是我的身体 那么多人 那么多的众生在用这个身体 所以你要自杀的话 就不是杀一个人了 那么多的细菌也完了 也死了 这是一个眼根 那眼根呢 它怎么就能够产生眼石 因为根和尘相处 根处尘能够生石 石就是我们能够有分辨能力 我们能够看到物体 看到颜色这种能力 眼根的浮沉根 它只能够外色尘 色尘也是两部分 这个茶杯呢 是外色尘 然后我们看到它以后 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倒着的形象 仍然是外色尘 然后传导神经 把这个视觉的信号 传到大脑里边 大脑里边出现一个正的杯子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杯子 看到的杯子 绝对不是这个 大家每个人看到的 都是大脑里边的影像 因为它跟外面一样 所以我们被骗了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 除了我自己以外 我看到的你们 包括我低头看我自己 这些全部都是内心的影像 这个能理解吧 这个好理解吧 现在要说到比较重要的地方 要用心听 这一听懂 后面好多东西都懂 我们一直在影子的世界里面生活 从来没有见过真实 我们就 当然外面的东西也不真实 这个以后慢慢说 这三言良语根本说不清楚 我们就算外面的东西真实 我们也没见过 有人说你看我 我抓这个木头硬硬的 凉凉的 这是我自己现在感觉到的 我告诉你 这个感觉也是虚妄的 根本就不真实 你可以做实验的 三喷水 一喷凉 一喷热 当中是温的 你在两边 把两个手泡到两边盆子里 然后你同时放中间盆子里 你几个心 几个感觉 这两个手的感觉不一样 对吧 肯定不一样 你不信你就去做实验 原来放到热水里面 感觉到是凉的 原来放到凉水里面 感觉到热的 一个身体的凉之后 感觉不一样 那你要用两个指头 它也会感觉不一样 感觉完全虚妄的 如果我们能控制的话 会自控的话 那就完全可以控制 自己的不同的感觉 这个是后话 所以我们的眼睛的浮沉根 它就像个照相机一样 照外面的事物 它只能照外面的事物 外面的事物传到大脑里边 在剩一根以后 又生起一个内部的形象 过去的照相机呢 看人影就是倒着的 现在呢 电子照相机呢 数码照相机 它给挣过来了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影像 在视网膜上呢 是倒着的 但是到了大脑里边 都挣过来了 因为我们看东西 都挣着的 所以说大脑里 一定有一个储存 能够现起形象的 那一个功能 有这个功能 也确实会有一个影像出现 否则我们看不到 能够产生影像 触及这个影像的地方 就叫剩一根 胜利的胜 义呢 就是义里的义 仗义的义 加义好像也是这个义 剩一根 因为它比较书胜 外边看不到 比较细腻 所以只有剩一根 才能处里边那个 那个叫内色尘 那只有 剩一根处内色尘 才能够产生掩饰 排下来都一样的 仅仅排到第五 第六 一根它不是物质的 它没有内外之分 那么掩饰分别什么 它只分别内心 大脑里边的那个影像 外边的影像 它触及不到 也不能分别 只分别内色尘 所以我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外面的东西 就这个意思 见到的是 我们通过 浮沉根 收到信息后 转换的那种信号而已 我们有一架照相机 照相机不知道 照的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了知的功能 了知的功能是在看照片的那个人 对吧 人去了知 不论浮沉根还是圣意根 它只能照 照到这个影像 它不能分别 不知道自己照到的是什么东西 能够分别的那个叫实 眼神 眼神只能分别颜色 佛经里面说青黄赤白 它只能分别颜色 其他的色它都不能分别 因为色尘呢 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叫 叫显色 显色就是我们说的颜色 第二种叫形色 形状的形 形色呢 就是长短方圆大小 这个形体 这个眼神就不能分别了 眼神只能分别颜色 那个要第六十去分别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表色 表色是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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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 仰 握 行柱坐握 能够用形态来表达的 这个叫 表色 还有一种东西不能表达了 那个叫无表色 比如说我们受戒的时候 我们非常 庄严 非常认真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戒体 那个戒体是无表色 因为看不见 摸不到 那无法表达 但是当我们 要犯戒的时候 它跑出来起作用 那个力量会告诉你 不能做 做了以后你犯戒了 麻烦了 还要忏悔 多麻烦了 干脆不要做就好了 停 这个戒体有 防非止恶的功能 它确实有这个功能 而且是物质性的 这个就叫无表色 眼睛它只能分别显色 也就是我们说的颜色 我们紧举啊 这个例子 你看 五蕴呢 和十八戒 可以可以结合起来了解 所谓十八戒呢 就画一个表格 一个表格 那么当中 画成 再画成六横 六横一共是 有七个格 是吧 先一个长方形的框子 那么当中画两树 加上原来的两树呢 一共四 那么上面第一个格 你写六根 然后中间六尘 然后六十 然后下面呢 你这边就是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 身根 意根 那中间呢 色尘 香尘 色 声 香味 处法 最后法尘 后边呢 也是眼耳鼻舌 身意 只不过换成一个十 非常好记 十八戒 五蕴 什么 你都要弄一些表格呢 印在脑子里边 这个叫板块记 整体记 不要一个一个记 记东西可以一下记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是横着鼠的第一行 眼根 色尘 眼石 刚才我们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说一下眼石 眼石要产生 就是我们看东西能够看到 这个能力 它需要多少条件 九个条件 缺一个都不能成就 第一个眼根 完好的眼根 坏了不行 有的人眼珠子没坏啊 里边坏了 里边坏了 他也看不见 空长眼珠子 就什么也看不见 因为我们看盲人呢 不同啊 有的眼珠子没有坏的 他都是眼睛无神 他也能动 就看不见东西 因为是里边坏了 眼珠子本身没有坏 还有人眼珠子坏了 里边没有坏 那么就塌进去了 受伤了 被打破眼球了 没有了 坏了 那是另外一种 种种情况 坏一点不能用 所以第一个条件 要有完好的眼根 第二呢 当然要有看的东西 东西没有看什么呢 第三个呢 这个眼根和被看的物质 这个现象中间呢 要有一定的距离 太近了 贴住也看不见 太远了 肯定也看不见了 就算远是眼 他有 一公里以外放一张报纸 上面写的什么 他哪能看见 放两米以外 可能看书看不见了 那么再放三米 五米 能看见吗 好眼睛也看不见了 适当的距离才能看见 所以距离很重要 也叫空 通间距离 第四个条件呢 是明光明 黑灯瞎 或者什么也没有 一点光也没有 东西放在跟前还看不见 没有办法 叫伸手不见物质 没有办法 这是前面的四个条件 第五个条件叫作意 作业本的作 意思的意 作意呢 是五变形心索之一 就是说 要有 要有一个心索 心索就是心的具体的功能 每一个时产生的时候 就有五个心索 跟着它一起工作 其中一个因素呢 一个功能呢 叫作意 作意就是把你的心 引到你注意的那个目标去 把它固定在那里 不断的去作意才行 刹那刹那都有作意 然后他去观察这件事物 所以没有这个作意呢 人会怎么样呢 会视而不见 事物就在你眼前 问你看着没有 因为你没在那上面用心呢 真的是视而不见 这种现象很普遍 这是五个条件 后面的呢 也不难记 第六十 第七十 第八十 最后一个是种子 种子就是 一定的功能作用 好比说 要生眼石 一定要有眼石的种子 从心里面出来以后 才能形成眼石的现形 没有眼石的种子 就不可能 那么种子在哪里呢 种子在第八十里面储存着 我们一切的种子 都在第八十储存 第八十是一个总仓库 前五十 它有一个总的根 叫第六 第六十 第六十是前五十的根 因为这个作意呢 是指的第六十的作意 第六十要不去注意 某一个方面 这个石不会产生 第六十说要看 想把它看清楚 这时候会有眼石产生 然后眼石呢 就分辨颜色 听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作意呢 是第六十的作意 当然要有第六十 而第六十呢 它还不能 它要生起 要有它的根 它的根就是第七十 十八戒里面的一根 在大圣佛法里面 数这个石呢 用八个石 第七十的名字 叫莫那石 那末的那 末呢 就是本末倒置的末 这是个音译 它就叫末 末那就是义的意思 所以一根就是末那根 末那我们在八个石里面 把它叫末那石 因为跟这个意识 特别容易混起来 所以 佛教呢 就不翻 这个意不能翻 翻了以后呢 第七十叫意识 第六十也叫意识 不就混了吗 所以呢 叫莫那石 那意识呢 这样就不容易混了 第七十呢 它是第六十产生的根 没有第七十 就不可能有第六十 而第七十也不能离开第八十 它自己不能单独存在 必须要有第八十 不断地给它输送种子 它才能存在 所以它也离不开第八十 而且这前面的各个条件 眼根也不可能离开第八十 哪一个条件都不可能离开第八十 所以呢 眼石的这种存在 它有九个大的条件组成 这个九个条件必须合合 非常符合条件以后 才能陷起我们的眼石 条件很苛刻 差一个不行 如果我们走到一个黑的地方 一点光都没有 我们原来在光明的地方 我们有眼石 刚刚进去的时候 还能存在一段时间 以后就不存在了 因为缺少了光明 然后就算有其他的物质 我们看不见 拿手可以摸 摸得到触觉有 眼石肯定没有了 何况我们说 每一个除了第八十 构成 眼石产生的条件 这些也都没有独立性 它不能单独存在 为什么除了第八十 因为第八十这件事情 它可以单独存在 因为佛教里面有证明啊 小圣的修情人入了乌鱼涅盘 那个时候啊 只有一个第八十存在 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前期是没有了 肉体也没有了 所以呢 涅槃的另外一个解释呢 就是第八十单独存在的状态 就叫涅槃 这个叫无语涅槃 涅槃这个词 我们听着挺熟悉 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那现在告诉你 就这个意思 第八十也叫中道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叫涅槃 不这个不那个 那就叫涅槃 涅不生 槃不灭 加起来就叫涅槃 其实涅槃就在说第八十 第八十单独存在叫涅槃 第八十不单独存在的时候 它也叫涅槃 只不过是第八十 如果只有第八十单独存在 其他都没有了 身心都其他的身心都没有了 那叫无鱼涅槃 无就是没有的那个无 鱼就是鱼下来 剩下来的那个鱼 无鱼就是身心都没有了 广胜一第八十单独存在 所以只有这个第八十可以单独存在 其他的任何的事物都不具独立性 不能单独存在 找不到一个证明可以说它可以独立存在 没有没有独立性 所以一切法只是一个名字 没有实际 这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说的 所谓一切法 极非一切法 是明一切法 你再往上套 所谓众生极非众生是明众生 所谓如来极非如来是明如来 你就往上套什么都可以套得上 第八十这个名也是所谓的 只有第八十这个名标示的那个实体 这个实体虽然没有形状 它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体 所以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必定照见五蕴皆空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色法的例子 眼根 还有这个内尘外尘 这个我们没有彻底说 因为这个比较难说 然后我们又举了一个实的例子 眼尸 其他都一次类推 类推的话都可以推得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没有独立性 不能单独存在 本身它就没有 没有这件事情 那大家想想 这个我还能存在吗 没有身体 没有心 我在哪里呢 绝对没有 既然我没有的话 那么我的生死在哪里 我的烦恼在哪里 我的轮回在哪里 那么就解脱了吗 所以不要到什么地方去解脱 当下就解脱 你本来就解脱 本来一点苦都没有 苦都你抓来的 你自己抓的 你要执着吗 就抓 把那个苦和自己绑在一起 然后去努力的去感受它 人很愚蠢 努力的去感受 感受什么 感受痛苦 你让他去感受快乐 他不大原因 要感受苦 个个都能守 要把那个苦 反复说来说去 坚固来坚固去 跟了这个说了 又跟那个说 唯恐自己不苦 那学了佛教以后 知道太傻了 自己太愚蠢了 所以以后变得很快乐 很潇洒 那么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